海归学者发起的公益学术平台 分享信息 整合资源 交流学术 偶尔风月 主管科技的豆腐部长Paul Debar告诉Science杂志 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必须选编 美东时间2月8日下午 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一篇深度新闻稿 报道美国能源部两项新的政策举措 全面禁止与所谓敏感国家的科技合作 引起关注 第一个政策备忘录于2018年12月14日发布 禁止豆资助的研究人员在新兴科技领域 如人工智能 纳米科技 鲜信制造 超算 量子信息等 与所谓敏感国家研究人员展开合作 豆的这个政策备忘录 并未给出所谓敏感国家清单 但此前有一个旅行敏感国家和地区名单 中国大陆 香港 和澳门 都榜上有名 第二个政策备忘录 则于2019年1月31日发布 全面禁止豆资助的研究人员参与外国人才引进计划 不分国别 any foreign state sponsored attempt to acquire US Funded scientific research through recruitment programs the target scientists engineers academics and entrepreneurs all for nationalities working all educated is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联邦政府不设科技部 能源部是其最重要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 年度预算约300亿美金 其下辖的科学办公室 预算则超过50亿美金 而且运营着拉斯阿拉莫斯 阿贡等一系列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 因此 预期这两项禁令影响将非常深远 要知道 禁令限制的不仅仅是基于美国的科研人员 也包括在美国展开合作研究的大量其他国家科技人员 不仅仅是禁止合作 连续所谓敏感国家开会交流 也在限制之列 主管科技的的副部长Paul The Bar告诉Science杂志 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必须选编 17个都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要么断绝国外关系 要么离职 大学里面的科研人员 如果继续敏感国家合作 将不能申请都项目 We are not saying that universities cannot take money from these countries That is their decision But if you are working for dough and taking taxpayer dollars We do not want you to work for them at the same time 都是美国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这样的禁令引起许多大学研究人员和管理者的高度关切 斯坦福大学副校长William Maudier称 We cannot just shut down ou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How strike their right balance We do not want to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bathwater Although we don't to throw out some of the bathwater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禁令 也与美国大学两项核心学术原则格格不入 其保障学生不受限制的研究机会和平等待人 不论国别 许多研究人员也认为 这样的禁令必大于力 如果美国政府真要保护其资助的研究成果 可以予以加密保护 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新的举措 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间的合作 如一些大科学联合装置 不在O限制之列 研究人员如有正当理由 也可以申请豁免 展开合作研究 您如何看待O的这些举措 不妨留言与大家讨论 扩展阅读 特朗普科技政策闭关锁国 普林斯顿开除美国两院院士 信息论圈炸开了锅 郑小宇团队 突破金格局限3D 打印压电智能材料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 一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 别忘了按赞我